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进入马太福音的背景介绍 也就是说四福音书 我们都会一一介绍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 在进入这本书之前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福音书所有的作者的名 这是名称 都是公元二世纪之后教会传统的注解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根据初期教会的传统 初期教会的传统呢 是有一个叫希拉波利的监督帕皮厄斯 他是公元六十到一百三十年之间 马太福音是由耶稣的跟随者马太 他收集写成的 这本书是以希伯来语言写成的 之后呢 教父有爱人柳是活跃于公元一七五到一九五年之间的 还有俄立根 俄立根活跃于公元一八五到二五四年之间 还有 由西比乎是活跃于公元二六五到三四零之间 他们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当然我们早期的传统会给我们一些探索的线索 让我们更加的去了解马太福音的背景 可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 福音书只有希腊语的操本 福音书并不是像教父们所说的 希伯来文和亚兰文操本他们都有 现在希腊文操本中也找不到任何从其他文字翻译来的 此外呢 我们往后看的话 马太福音虽然是以讲论的特色建称 但是书里面叙述的部分是非常有分量的 所以说呢 教会教父的传统对我们探索有帮助 但是教父的这些传统并不能成为我们学习马太福音背景和其他问题的一个完全的答案 那么我们看回马太福音的作者 以上的讨论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福音书的背景 至少就是马太福音 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马太福音的作者是马太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讲法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福音书的作者 他都是彰写耶稣基督 他都不会隐藏自己的身份 所以呢 我们要探索作者的背景 应该从福音书本身就入手 不需要查证太多外在的一些资料 马太福音呢 是犹太色彩非常浓的一本书 更具体一点来说呢 在马太福音的叙事中 犹太人的律法 传统 旧约经书的诠释和应语 还有犹太人的救恩历史 这三个方面都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执事紧紧相扣 从马太福音引用旧约经文和熟悉律法传统的这个特点来看 马太福音的作者 一定是一位非常熟悉犹太律法和传统的人 马太福音的作者 他是在公元大概一世纪末的时候 是长期居住在哪里呢 安提阿城 他是精通希腊语的 他是受过一定的拉比的就是犹太老师教育的信徒 如果按照这样推论的话 马太福音的作者在编写的时候 除了采用马克福音以外 他还采用了收税的税吏马太所提供的资料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特色是犹太信仰传统的特色 那写作的对象 我们就算不能确定百分百是给犹太人 那至少也是给对犹太信仰有认识 或者深受他影响的外邦信徒 马太福音的犹太特色 首先是我们来看福音书开始的家谱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 再经过索罗巴伯到耶稣 其中有以西伯来文的数字七和倍数 七的倍数来构成了家谱 无论是结构还是人物 都是犹太人耳熟能详的 这些代表犹太人的盼望 当然我们不可以忽略 这本书呢 它是以这正应验的圣经上所说 为耶稣的禁欲身份做了注解 相对于马可福音来说 马太福音是收录了大量耶稣基督的讲论 如果马可福音里的耶稣是一位行动的主 那么呢 马太福音里的耶稣基督呢 就是除了行动以外 他的教导也是同样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教父们 对马太福音的传统观点 我们不会惊讶 马太福音特色 其实就是讲道的资料 讲论的资料 相当于现在的讲道集 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特色来看 无论是讲道的内容 还是有关于耶稣基督执事的叙事 都是与犹太人信仰息息相关 如果马可福音呢 是写给罗马的外邦信徒的话 那么马太福音 就是为了纠缠在犹太律法的读者和教会 只见这样子的问题的人而写的 我们很难从福音书的内容来判断 马太的写作背景和确实的地点 但是福音书的气氛是让我们体会到 他的读者一定是生活在犹太文化气息非常浓郁 以及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的处境中 初代基督教会信徒 多以犹太人为主 但这情况到了公元一世纪后期的时候 是有所改变的 马太福音主要针对两个读者的受众 第一个是对犹太人 犹太教读者而言 马太宣称耶稣是基督或米赛亚 是圣经中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将要来到者 那对于犹太与外邦信徒而言 马太是指出上帝的律法跟应许已经临到列邦列国 耶稣就是基督 这是成为马太福音整本书最最首要和急迫的信息 所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的话 马太福音的作者一定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挣扎 犹太律法是否仍然可以适应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还有犹太信仰的历史和传统 对基督教的信仰又是有什么样的意义 因此呢 如果从整体的信息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的话 马太福音表达的就是 耶稣基督是犹太 是希伯来人 信仰所指的 等候的 盼望的那位米赛亚 耶稣基督的家谱 说明他出生是跟希伯来民族 信仰 所有的精髓分不开 耶稣基督也是成就上帝在人类历史里的工作 最高峰就是以马内力神与我们同在 他是君王 他也是神子 那我们主耶稣的教导呢 他是超越了犹太人所尊从的领袖摩西 无论是犹太人如何以摩西所传的律法为骄傲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头 耶稣明明的说 你们听说过古人曾被禁戒 但是我告诉你们 这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换句话来说 耶稣所要表达的是 全世律法终极的 钥匙就是他自己 所以如果古今中外 如果有读者以为马太福音里的耶稣是要否定 犹太信仰传统和律法的话 那其实是误解了马太的信息 在马太福音里头 耶稣清楚地说 我不是来废除 而是来成全他真正的意义 这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 因此耶稣并不是要否定律法 他是要纠正当时犹太人 对律法精髓的扭曲和本末导致的这种律法主义 舍本逐末 所以呢 犹太人对律法的观念的扩充深化 以及呢 上帝国度的这个观念 所定出来的律法 那耶稣指出 律法的精髓并不是去提 并不是仅仅就是停留在体验上帝对人的爱和要求 应该是要开展一个属于上帝国度的生命 我们要活出来 所以马太福音整本书的信息就是指出 耶稣是彰显上帝的爱子 耶稣是开启律法的钥匙 耶稣是整本旧约圣经最后的归宿 换句话 或者是更真切 更详细的 或者是更直接的指出 就是当我们研读实践律法的时候 我们必须通过耶稣的讲论和指示 我们必须通过主耶稣 才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 马太福音绝对不是反对律法 也不是轻视实践律法的书卷 他所挑战的是扭曲了的律法观 不正确的律法观 事实上 马太福音非常重视的是信仰的实践 就是活出信仰 这并不是靠行为称义的问题 他跟保罗的教导并没有冲突 马太福音没有任何的经文教导 读者可以靠行为得救 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强调 一个有信仰的人 他生活表现一定是符合天父旨意的生活表现相称 不是每一个称呼 耶稣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 主耶稣强调 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虽然马太福音的对象和特点 都有非常强烈的犹太色彩 但是福音书的信息本身并不是指限定于犹太人 的确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从犹太民族和文化而出 我们追溯到上帝的工作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主耶稣的身份和执事 但是犹太信仰是起步点 是圣好治好的起步点 但是上帝的工作并并不只局限于犹太民族 上帝国度是通过耶稣的生命和服事开展 这并不取决于犹太民族的接纳和拒绝 而是在于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信仰群体 所以纵然是马太福音开始的家谱和特色是犹太化的 但是马太福音他所呈现出来的视野和意象 他是普世信的 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施洗 我们看到这个普世信是我们全人类的福音 这就是马太福音 他所要教导我们的神不会被局限住 我们的接纳和拒绝并不能阻挡神救恩的福音的脚步 好那我们回到具体的 马太福音 他的大纲中 我们如果非常简单的来分的话 马太福音他是写出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知识 整本马太福音的全卷如果我们整理的话 就是第一章的一节到四章的十六节是 耶稣基督米赛亚的身份 四章十七节到十六章二十节是 米赛亚耶稣的宣讲 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章的二十节 是米赛亚耶稣的受苦 受死和复活 在内容的铺层方面铺排的上面 马太福音是刻意的把耶稣基督的言论集中在五个段落 我们看到登山宝训非常著名的五章一节到七章二十九节 还有给门徒的指示十章一节到四十二节 有关天国的比喻十三章一到五十二节 门徒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十八章的一到三十五节 还有将来的日子二十四章一节到二十五章四十六节 也有人是把这些跟摩西 这里是五个段落 那跟摩西的五经做一个对比 他们想通过这个 将耶稣跟犹太人的伟大领袖摩西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是我们的米赛亚 唯一的救主 我们也愿意去追随我们先圣先贤的脚步 去认真的去学习 去活出主耶稣要我们活出的仰视 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因此我们知道神他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 乃至他整个国度 整个人类都是神救恩的对象 所以感谢赞美神 愿神祝福我们 谢谢神给我们马太福音这样的背景学习 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前行的道路上 与马泪立神同在神同行 感谢赞美主 奉主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